大家好,祝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欣賞完觀塘新年的佈置,介紹一間新開的自助式餐廳給大家 在觀塘港鐵站旁邊的鱷魚卒中心 在這個入口上三樓,試試他們的午餐 就是這間餐廳 這裡的地方很大,布置也很美 有很多座位,全部都放在防液膠板 看看他們的餐牌 午市套餐由66元至128元,大要收加一 他們有新章優惠 對呀,你點任何一個午餐都可以享用他們自助區的食物 但是飲品只可以拿一種,冰淇淋甜品和酒精飲品就不可以選 這裡是自己用點餐紙點餐的,點完餐就去自助區看看有什麼食物 有咖哩角,炸薯格和章魚小丸子 這個東蔭公青口 這裡是翡翠羅,牛腩,西蘭花,冬菇 這裡有蝦,蜆和青口 這裡有沙律和水果 飲品有麵豉湯和蕃薯糖水,不打開 有水果茶 有咖啡奶茶 罐裝和紙包飲品,不是任飲品 只可以拿一種 他們大多數的午餐是包三件壽司 略為西件,但是好吃的 這碟三文魚和三件壽司都是跟套餐的 好吃的 其他有章魚小丸子和翡翠羅 比較好吃 看看他們的午餐有什麼食物 這個魚山智身 賣相擺設都挺漂亮的 每款海鮮都新鮮甜味 加多10元可以升級做珍寶性 有鮑魚,不過應該是罐頭鮑魚 魚山智山智身跟一碗飯 一碗飯都挺好吃的 這個黑蒜油豬軟骨烏冬 豬骨湯好吃的 烏冬有身夠大牙 它豬軟骨中間的白骨夠軟 好吃 這個黑椒蜜汁牛柳粒鍋飯 牛柳粒夠香夠軟,好吃的 總結,這間食店的食物是好吃的 總結,這間食店的食物是好吃的 如果你選擇它最便宜的66元套餐 連賣加一都是73元 這麼多食物,真的非常划算 喜歡這條影片就按訂閱吧 不用錢的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